当一个最让人安心的地方变成最危险的地方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隐形的房间如何困住了人和鬼魂呢 首先感谢大家每个人的热情和默默的守候 让我能这么任性的做自己风格的视频 无论长短 那么之前两部视频假如说我是花了大概197分钟 围绕着寂静寺密室画了一个圆圈 这个圈的原型是沃尔特苏利文 这个人间恶魔以及他的21圣礼 那这期视频相当于这个大圈中又画了几个小圈 算是一个特别追加的内容 咱们主要是以一个更轻松的心态 聊聊寂静寺在艺术层面的魅力 之前没有人往这方面聊过 我认为寂静系列大致有四个层面的视频创作角度 一是故事层面 二是艺术层面 三是宗教层面 四是这三点之外的其他层面 谈到本作的主题 可以简单直白地从这个副标题看出来 密室或者房间 室内主题 尤其是房间在电影和游戏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场景 我的看法就是 在外界相对危险的情况下 房间可以是相对安全的象征 而在外界相对正常的前提下 房间也可以是危险的象征 积极冷四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南荷原山庄这座公寓建筑展开的 主角亨利的活动范围也被锁定在了公寓的三点房间 他被困在了这个封闭空间中 与此相对的是房间洞穴另一头的意识界 我个人A碟视频的一开始展示了亨利在卧室窗边往外望的镜头 发现这座公寓另一头的住户们毫无隐私可言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亨利看在眼中 活生生就是一个个玻璃罩中的展览品 大家所熟知的是电视大师阿尔弗雷德西区科克 在他著名的惊悚片后窗中 一个行动不变的记者作为主角 头盔是他对面建立窗口中的一个个小世界 间接目睹了一起杀人案 并且还被凶手给盯上了 相比之下 《寂静4》在场景设断上也非常的讲究 他把南荷原山庄做成了一个类似于马蹄铁形状的结构 亨利所在的302恰好是整座公寓最高的位置 也而视野最开阔的位置 最适合居高零下去观察对面二层一层住户的一举一动 那么在整个故事的第五个场景 亨利来到了一世界的南荷原山庄 这也是BDA上来之后展示了桥段 在调查公寓期间 亨利走遍了公寓全部的房间 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咱们就从这公寓里边一个个住户开始 展开本期上半部分的主题 有形房间中的人 咱先从一个特殊的房间 202开始说起 202房间住了一位画家 之前故事中 咱们已经得知 他和106房间的护士瑞秋互相爱慕 这个画家给公寓中大多数住户的绘制了肖像 还在每张绘画上边标注一份相应的描述 咱们来捋一捋 首先是这公寓中人数最多的一家 206房 这家是一对夫妻和一群孩子 貌似还养着宠物 画家画完之后很好奇 这家人有这么多吵闹的孩子 这家人怎么睡着觉的 而且他们还不得不住在理查德布伦特里的隔壁 可见理查德在这个节目中的口碑 现在来到206房间 果不其然这是一个大户人家 到处都是婴儿床和玩具 氛围也算是比较温馨吧 还有可爱的狗狗们在周围休息 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是107房间 可以在绘画中看到 这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年轻人 画家说了 可是我替这个人感到难过 因为他不得不住在理查德布伦特里的楼下 现在咱们来到107调查 发现地上有大量的血迹 不过确实这个年轻人家里边 几乎都是音响和不忘设备 所到之处 所有柜子上几乎都是各种唱片收藏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当亨利在三叻房间的窗户往外望的时候 可以看到107房间中好像有一个人癫痫发作了一样 那么这就是这个音乐谜 OK回到画家的房间 马上就是他自己的自画像 画得非常的表现主义 脸都绿了 画家把他自己的爱人放在了自己画像的旁边 也就是106房的护士 瑞秋 画上边的纸条写着 我美丽的爱人 最近他饱受一个跟踪狂的骚扰 跟踪狂指的也就是我在B爹中提到的301的住户麦克 这段也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基地冷二中 马力在基地冷住院期间 他在日记中曾经提到 有一个非常照顾他的女护士 名字就叫瑞秋 但是二代信息中提到这个瑞秋 和基顶寺公寓中这个瑞秋 他们俩名字上插了一个字母 也就是说这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继续来看 204房间住了一位身体略胖的女人 画家形容他总是吃很多 不过我希望我的女朋友也能像他一样善于烹饪 这方面说明护士瑞秋他的厨艺很差 这也侧面说明204房间这个女住户 和我博伟军一样 都是一个老串味手艺人了 来到他的房间 一进来之后就看到锅碗瓢盆 连柜子里边都各种精致的盘子 咱们接着看 304房间 在画中是一对老夫妻 他们正好住在亨利那一层的拐角 进去调查他们的房间 感觉确实很规矩 两把椅子挨着这个比较老气的木桌子 桌子上边放着茶具 然后墙角蹲着两条狗的雕像 现在咱们来观察102房间的画像 这上边是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猫 根据画家形容 这个女人非常爱猫 甚至因为过于爱猫 导致错过了结婚的机会 当她为自己养的猫去世而悲伤的时候 我有些提她难过 那在上期视频避叠中 大家也看到了 这位女士养的猫的尸体 出现在了冰箱中 被一个带血的牛仔裤给裹着 尸体已经被打碎了 那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这么心狠呢 过一会咱们就知道了 来到画家他们家过道这边 还有一部分绘画 首先看到一张绿色背景的画 里边有个酒鬼正在对瓶吹 这个就是203的住户 画家形容 这个人太能折腾了 我希望他能改掉酗酒和打人的习惯 马上咱们来到这个老酒逆子的房间 果不其然 客厅地上到处都是花花绿的酒瓶子 弗拉夫早期住所的集市感 这个房间地上还有一个杀充剂 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也没什么用 勉强可以对付那些飞着的分鸣怪 回到画家的房间 马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207房间的理查德·布伦特里 一个全公寓最不招人待见的存在 画家说了 这个讨厌鬼总是对小孩发火 尤其是那个爱闲逛的怪小孩 那这怪小孩也是当年回到公寓的小沃特 画家还提到 但是这个讨厌鬼把迈克带到了207还剥了他的皮 所以他成了我的英雄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上咱们就要提到这公寓中第二部招人待见 也就是301的迈克 这人住在亨利隔壁 最大的喜好就是囤积成人杂志 整天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 还迷恋上明花有主的瑞秋 然后还偷偷往人家信箱里边塞情书 甚至还跟踪人家 这就导致这瑞秋的爱人画家非常不爽 结果有一天 这个迈克走路 他不小心撞到了207的理查德 这理查德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气头一上来 直接把迈克给拎到自己的207里边 把他裤子和衣服顺手一扒 然后暴躁一顿 把他给打得皮开肉绽 当然并没有字面上剥了皮那么恐怖 理查德做完他之后 自己身上也溅了一大片血 因为这个动静比较大 把全楼道的住户都给吸引过来 甚至回来的小沃特也看到了 以至于小沃特把理查德脑补成了一个带恶人 加上理查德本身之前就威胁过他 所以20多年后 理查德在异世界中被沃特用垫一个垫死 这地方有一个细节 当理查德的精神力 或者说灵魂进入异世界的时候 你还能在207看到它的本体 它好像在睡觉 之前咱们通过剧情对话得知 理查德的灵魂在异世界中 也是通过房间中的洞进入的 当然因为地图限制 咱们进不去相用的房间 也就无从去看到这个洞 现在来到异世界的207房间门前 发现地上一条带血的牛仔裤 这个就是当时迈克被发现那条 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一地的血 非常的惨烈 而这个理查德暴揍迈克的过程 当时被205的住户给用磁带录音了 在闭谍中 亨利在205找到那片磁带 现在我就给大家放一下 回到画家的房间 发现画家把301的迈克画得异常的猥琐 还把他给劈成了跟踪狂 不过这个迈克也是故事中为数不多 和302房间前住户约瑟夫有来往的人 当然这个所谓的来往 其实是指他从约瑟夫那地方 搞到了一本精美的成人杂志 马上旁边一张画是105的住户 也就是公寓的老管理尔弗兰克桑德兰 画家唯一的评价就是 管理员居然把迈克当成瑞秋的男朋友 旁边这幅画上面是录制了磁带的人 也就是205的住户 这是一个酷爱主机游戏和PC游戏的年轻人 在异世界来他们家客厅 凡他们家柜子里塞着一堆带包装的游戏盘 什么芝麻开门 开心正版 开心天地 网友世界 大众软件 电机收藏 还有一堆藏经格 总之这个老铁沉迷游戏的同时 人还不忘录铁 这难道不值得每个死宅学习吗 马上咱们来到101房间调查 这里边住了一个枪械迷 听着来头的 他家墙上都是各种靶子 桌子上凳子上全是枪械模型 他家卧室还有一堆枪械书记 什么军事知识 清兵器 但是这个人 他偏偏对猫毛过敏 他们家隔壁 偏偏还住了一个养猫的女人 所以他干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他私底下拿着一把改装的模型枪 偷偷把隔壁那个女人养的猫给打死了 这也导致后来隔壁那个女住户悲痛欲绝 人家不忍心把猫的尸体给处理掉 于是就拿裤子裹了一下 给放到冰箱里边了 话说这个军事迷虽然很猖狂 但是他却唯独怕207的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也把真的左轮手抢 好了 其余的房间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除了亨利和艾琳以外 就是一些闲置的房间了 那么关于整个公寓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开始下半部门的主题 隐形的房间 在机警寺的故事中 一切都从302房间展开 对于约瑟夫和亨利来说 他像是一个牢笼 将室内的一切从现实中完全抽离 当然对于小沃尔特来说 他又是个难以真正进入的空间 一个需要唤醒的母体 机警寺的艺术之美源自于封闭这个主题 并且还是相对的封闭 是302房间内部至于外部 沃尔特的异世界至于现实世界 不仅故事中的亨利艾琳 被房间和异世界所困 就连那些在圣体中牺牲者的鬼魂 也被困在了房间和异世界中 如果说这些空间上的封闭在游戏中是有形的 那么这些内容反映在各位玩家心中 反而构建出了一种隐形的空间或者房间 在这个隐形的房间中我们的恐惧犹如驱不尽的恶灵一样 但是一种幽闭之美也在恐惧的应用中不断散发 可以说我们愉悦地享受着这种恐惧 如果日本机警团队的美学风格 一定要指定一个有据可依的灵魂领路人 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必然是 20世纪英国著名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 这个画家的绘画风格自成一体 难以分分别类 维基艺术把它定成表现主义画家 但是相对于表现主义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家 埃德华蒙克 埃龚席勒 培根和他们还真不太一样 他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也算是特立独行 包括性取向在内很多方面都是 他作品影响力也是属于属二 曾经作为机警前三部美术策划的伊藤畅达 在创作诗牙中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的忠实谜底 在机警系列赶上PS2时代之后 他就把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风格 与自己的想法相结合 这才诞生了机警二和三中 那些让印象深刻的扭曲怪物 我觉得可以说如果没有弗朗西斯·培根 那么至少机警游戏的艺术风格 可能不会是如今各位所熟知的样子 就好像上天文人从意大利画家基里科那一段学到的东西一样 一年半之前 我曾经做过一期全网累计几十万播放的视频 花了大概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草草的讲了一下培根的生平 以及他对机警系列有直接影响的会儿作品 还配一首奇想乐队的歌 但实话实说放在如今来看 那期视频显然局限性太大 太过泛泛了 好说大家看看今年我做的这些视频 心里边不免有种想法 那就是12分钟才能讲个屁呀 那么你们的伟哥做一个也曾经日复一日在画市拼命的前美术生 以及一个从事过图书行业的前打工人 现在终于是能把这些元素成熟的结合在视频媒介中了 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 来公平让走一波 我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 又通过不同的途径 收藏了几本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书籍 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其中由我比较喜欢的德国出版社 Prestyle和Tustin的原版书籍 也有批评家大卫·希尔维斯特对于培根的访谈录 以及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根据培根作品创造出的一本哲学书 这些本来和我要讲的基顶系列其实是两个不同圈子的事物 不过依我来看 他们在艺术层面上是有很大关联的 这次我也只是探讨一下弗朗西斯·培根与基顶寺的艺术关联 也就是隐形房间中的人和幽灵 咱们现在通过几幅绘画感受一下 1948年培根创作的头像一号 在这幅画中背景是一个相对黑暗的空间 像一张床上 主体是一个畸形的生物 正在张着它的大嘴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生物像是从一个人脸上分化出来的 培根仅仅在画布的右上角 画了一个简单的两点偷师坐标 就把画面中那种压抑感给哄托起来了 在一年之后 49年培根又创作了头像二号 这一次畸形的生物被困在了一个四周挂着木帘的房间中 仿佛在接受了某种力量的审判一样 法朗西斯·培根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连着创作了很多张头像系列的作品 全部都是扭曲的人或者未知的生物被束缚在某一个狭窄的空间或者房间里 自从这些作品被公开之后 就不乏猜测和阐释 有的人看了之后说 这些画表达了人类某一时间点内的生存状态 人类陷入一种普遍的困境 有人说 这些画只是表述了孤处一世的孤独感 虽然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培根本人并没有认同任何人的任何说法 从批评家希尔维斯特对他的采访中可以得知 他并没有在任何一张画中塞进任何故事或者大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一场偶然 好比脑海中预见了一个画面 但是基本上又不会按照预见的样子去完成它 颜料每次接触画布的时候 这个过程都在变化 比如心存沮丧的时候笔刷会重一点 颜料也会加更多 有时候画着画着就会忘我 这就是所谓的偶然性 所以每张画都好像独立的活着一样 比如头像二号这幅画 就是培根以目不为背景创作的 这张画原本的尺寸非常的小 但是它非常的厚重 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在它一生中它也毁掉了很多作品 甚至可能是一些它所谓满意的作品 培根创作的大部分绘画都被人们认为是 畸形压抑封闭且具有影射性的 培根对此事是这么回应的 当数个形体出现的画面中 画布上出现了几个人物 那一刻开始 观者就避免不了讲故事了 而乏味往往伴随着故事的详述而来 我自己的画作也许看上去初步印象都是恐怖 但如果非要说的话 有一些人会片面的强调恐怖这种元素 对于这一点 我在自己的话中并没有特别的感受 恐怖并非我想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去观察事物 就好比在家肉铺里看到了很好看的肉类 就会联想 也许第一时间会想到生命的恐怖一秒 又或许是弱而强食 这就和人们谈论斗牛的时候说的话很像 人们吃着牛肉的同时却在抱怨着斗牛 抱怨斗牛的同时 身上又穿着各种皮毛制品 培根自己把作画比作创造影像的瞬间 是一个把事物直接原始的样子 呈现出来的过程 其实人们可能是对事物直接了当的出现 会有一种恐惧感 比如说你跟另一个人陈述事实 但是你不加羞耻地说出来 有的时候也会让这个人感到刺耳 培根的作品中 里边的角色总是打张着嘴 要不就是面部被颜料一遍遍打得模糊不清 而机警前四代封面设计 也是充分借鉴的这一点 都会有人物鬼魂脸部模糊的样子 或者打张着嘴哀嚎 即使机警四并不由伊藤畅达负责美术设计 但依然有类似的封面插画 那么弗朗西斯培根也是艺术史上 把这种张嘴哀嚎的风格 真正发扬光大的艺术家 当一位艺术家 他差不多一半的作品 都是这种呐喊的风格之后 那么人们必然会把他认之为 迷恋恐怖和畸形的画家 培根在访谈中曾经提到 自己确实对于呐喊这种动作别有青睐 但是绝非恐怖这么片面简洁 他作品中这些大张的嘴也不全都是呐喊 出于他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 他对于嘴和牙齿格外的痴迷 尤其迷恋嘴里边发出的亮光和色彩 他年轻的时候也确实想像 莫奈画日出一样 去画张开的嘴部 但后来慢慢就失去了这种热情 他提到可能是自己想画微笑 但是一直失败 咱们结合游戏层面如果大家把时间拉回2000年初夜 当时的网络并未普及 人们大多都通过电视节目广告 以及杂志来了解游戏领域的动向 所以游戏的封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宣传要素 模糊的角色面部 大大张开的嘴部 支离破碎的五官 可以说都是第一时间能吸引到目光的风格 单说记忆四 主要的封面就凸显了这种封闭空间和模糊的面孔 也包括张嘴哀嚎的鬼魂 其实我觉得《寂静》系列的美术设计 向来就与柔美无关 我说这个柔美和大家理解的可能有点偏差 其实你拿同一时期的零系列一对比 你就感受到了 《寂静领》前四部都是那种东西结合比较完美的典范 它和零系列《九院死魂曲》这种纯日式的恐怖还不太一样 伊藤畅达个人在几年之前也曾经为《寂静暴雨》创作过一张插图 大概就是莫非张大嘴挣扎的样子 那这种张大嘴的艺术创作风格其实从文艺复兴时期卡拉瓦 瞧化美杜莎的时候就开始了 只不过后来开始逐步展现出现代感 是从埃德华蒙克以及毕加索开始了 但是他们俩也并没有把这种风格真正翻光蛋 所以我说培根是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 培根在青年时代曾经被法国巴洛克时期的画家 尼古拉斯普桑的名画《无辜者的屠杀》中 那个张嘴哀嚎的女人给信到了 他说这是他见过的对嘴部呐喊画的最好的一张画 于是他就开始对人类嘴部有了莫名的执着 我去年那个短视频中曾经讲到过 在电影艺术发展的早期 1925年 前苏联著名的电影大师谢尔盖·艾森斯坦 拍摄《战舰博将军号》 这部片子中艾森斯坦是把各种剪辑手法玩的天花乱坠 其中在《敖德萨阶梯》这个场景中 沙皇军队镇压起义的时候 一个戴眼镜的护士被乱枪射中 满脸是血 他临死前留下荧幕经典的张嘴哀嚎的瞬间 这个瞬间影响了很多后来的艺术家 其中就包括培根 他也在1957年为这个可悲的角色创作了一幅画 名字《旧教》 为《战舰博将军号》中的护士而作的习作 在整个50年代 培根创作了一系列模仿画家 韦拉斯·凯兹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教皇英诺森时事做的模仿 他的这批画中 把这个教皇 给禁锢在了一个基座上 周围全都是有形的界限 这教皇要么是张着大嘴 或者就是不知道是哭是笑 不过挺有意思的一点是 培根本人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他对教堂也非常的厌恶 他只是单纯的崇拜这张画 虽然他当年也没有亲眼看过原作 到60年代之后 培根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 他也在访谈中提到 他觉得自己之前画的这些教皇作品太扯淡了 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公开了也没办法销毁 联系到《寂静4》的游戏 咱们最容易感受到就是封闭的空间 以及被困在其中那些挣扎的角色 在故事进入了原型回廊之后 恒里和埃林看到一些被吊着的尸体 有的是女性 有的是一些残肢断壁 他们的外围大家观察 都会发现一圈长方形框架 两个人在往下走的过程中 还会看到不同主题的密室 这些密室里边有的关着绵羊 有的关着被刑罚的人形生物 亦或者带血的床垫 它都有相应的象征意义 以及跟沃尔特的关联 那么我当时就说这些艺术灵感也是源自于培根 那在培根的作品中 有很多都在绘画主体的周围 画了一个矩形的框架 看着就好像一个透明的监牢影 在二战结束之后 当时艺术领域开始进一步革新的时候 培根这种风格非常的罕见 以至于大多数看画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缺陷 让培根作品中的人物背景不能让人信服 这里边人物好像是被关在鸟笼里 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认为这是一道墙 或者说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建筑 当时的批评家们会用一些专业的术语 去把培根的作品比作某一时期人类的困境 还会把卡夫卡 萨特 加谬的作品拿来做关联 甚至拿来和当时一些比较流行的思想 存在主义 做对比 培根听了之后对此表示 我自己并没有那么想过 实际上我在画部上面画出这种矩形边框 只是为了简单的隔开人物 并且足够吸引注意 就好像把人物放在一个虚拟的展示柜中 让他们毫无保留的被注视 我利用这种框架来看创造出来的影像 为了缩短画部的尺寸 方便把这种影像汇集在举行内部 也能更好去观察 因为培根本人他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所以我感觉他的这个画 可能是在类比相机 有点像早期胶片相机的取用框 像是这个什么莱卡旁轴 尤其旁轴相机对焦取景的时候 他这个框里边会有一个缩小误差用的虚线框 话说比如这张他在49年创作的肖像练习中 尽管里边的人物被一个如同玻璃柜一样形状的框架给封锁了 但是他说他也仅仅是让人物的脸部和其他的东西能被看清楚而已 他自己也不满意这种做法 所以会尽量的少用 在1956年之前 培根的绘画大多数的这种黑暗的单色背景 所以这个举行边框就成了 把人物从昏暗的场景中分隔开的标记 这样看上去就好像他的用这种工具 诱捕画中的人物一样 这框就好像变成了蜘蛛窝 曾经鸟类学家们为了方便近距离拍摄鸟类 就制作过一种简单的几何结构的棚屋 鸟它会飞到这里边 这个时候就比较方便拍摄 这和培根的创作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 曾经引用培根的作品 服以自己的理论写成一本书 叫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 那里边他以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 从头到尾解构了培根的作品 堪称优秀的过度解读 确实也可圈可点 大家如果比较喜欢那个时期的哲学思想 以及培根的作品 那你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 当然了培根本人并不认同里边的说法 可以说他也从来不认同任何人的任何说法 某种程度上这也让培根的作品变成那种 不同的人可以挖掘出不同价值的宝藏 这种宝藏后来寄静灵团队挖掘过 大卫林奇挖掘过 咱们考虑到寄静灵前四部艺术美学的高延续性 所以培根作品中的一些特性 也同样适用于寄静灵 在这个人形生物的周围架设一道矩形框架 确实能够起到区分本体与场景的作用 同时它也能起到延伸猜想的作用 我刚刚提到培根画了一辈子画 但是它也一辈子都在小心地避免它的作品 被人拿去讲述任何的故事 比如培根经常会创作这种三连画 同一个人物三张不同角度的肖像 一或者同一个场景 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角色 它很少在单一画面中展现多个人物 每次公开展出的时候 它都可以要求 这种三连画每张都要单独表一个块 以避免被认为有戏剧性的关联 但是你延续到《寄静》系列 就恰恰相反 它虽然借用了培根的艺术理念 但是完全不需要小心避免被玩家猜测什么东西 因为制作团队肯定希望玩家去延伸猜测 所以咱们在看一些设定集或者采访的时候 这美术指导往往都是说 我有自己的创作理念 但玩家没必要只停留在我的主观创作层面 所以说更多的可能性 也是当时决定游戏作品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因素 其实在现在也一样 但为什么我说《寄静寺》的艺术主题是隐形的房间呢 因为追溯到培根的作品中 培根的部分绘画中 它画面的透视很奇特 某一看像是一个舞台 但是又不同于寻常的舞台 这种框架制造一种不稳定性 尽管这是一幅油画 但是却给人一种它是非静止的感觉 画面中的人物在这个本就狭窄的画框中 还要求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里 感觉好像得不到任何庇护也 这些绘画在公开展览的时候 一般外边都要包着一圈镀金画框 再结合画面中这个矩形框架 这样就会让这张画和观众之间有一种距离感 观众会因为这条清晰的边界 把注意力更集中的汇集在里边的人物身上 这样的艺术效果非常的独特 画中的人物和生物既与内部隔绝 又暴露于外部 在它1957年这幅教皇的绘画中 左上角这个对角线 和背景中黑色褐色的分割 使得这个教皇被困在了一个狭窄到窒息的空间中 它好像在挣扎站站不起来了 生怕自己被急死 也完全没有心思在行使什么职权了 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也让培根的作品很难在三维世界中 也就是现实世界中被还原 比如说1951年他画的一幅名为裸体屈尊者的画 如果咱们从顶部的边缘来看 好像这个人物被封闭在了一个长方体中 但这个框架下方的边缘 它明显看上去又是一个五边形 同时这画面中这条曲线 以及框架下方又一条边框 使得这个空间又变得更加扭曲了 另外在同一年的一个姐妹片中 这个下边的地毯居然和幕布融为了一体 整个框架也开始变得飘忽不定 但事实上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话说和培根处在同一时期的一个艺术家 甲克梅蒂 曾在三四十年代的雕塑作品中 他把自己雕刻这些瘦长的人形周围 也圈上了一圈举行框架 而且他这些素描绘画作品 也是有一种类似的框架 后来又过了好几十年 大家熟知的艺术家大约林奇 在2017年的双方新一季中 通过特效 模仿并且展现了培根和甲克梅蒂 这种超现实的艺术理念 这种隐形房间的概念 完美地在《季顶四》中得到了拓展 咱们可以看到 当亨利被困在三两房间中的时候 实际上相当于他的精神力 或者灵魂已经被困在了一时间 尽管他能看到窗外的场景 窗外一切时间的流动 但却无法与之产生任何的互动 他在房间中的所作所为 并不能有效地作用于外界 即使后来他解锁房门 但是回到的依然是异世界 那么进入异世界之后 其实又会变成另一种 相对的孤立和封闭 不稳定的异世界 也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 其实亨利就好像被一道 透明的框架给封在了内部 但是又完全抱着给屏幕前的玩家 这种绝望的感觉 其实在游戏开始 就已经完美地诠释了 在游戏开始 当你正式开始操控角色之后 马上就听到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这声惨叫没有标记 他也没说是谁 但是这个声音给我的第一感觉 完美地契合了 随便一张培根相有风格的作品 不信的话 你也可以印一张培根的画 贴在你家客厅上 感受一下那味儿 机顶寺流程一半的时间 都在公寓和三叻房间中 这也是区别前几步的地方 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 人们更容易把注意力 集中在人物的身上 所以亨利哪怕他作为一个白宝 但是出于环境的这种相对封闭 大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无论是从猫耳中观察楼道 还是从缝隙中偷窥艾琳 咱们都是从障碍中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某个角色身上 以至于艾琳和其他人看起来 正常的一举一动 都会格外的特别 这也产生一种戏剧性 比如说 当咱们偷窥艾琳的时候 主观上艾琳其实是成为 那个被困在隐形房间中 被观察的角色 他周围的框架 其实就是这个画面中 这个视线的边缘 主观上来看 艾琳所出的这个空间 似乎更加压抑 相对来说 沃尔特的异世界 也像一个隐形的房间一样 任何透视 任何逻辑都无法直接阐述 这些角色 他们就像培根霍尔征的人物一样 被沃尔特的异式观察着 即使那些最先被拉进 异世界的角色们 甚至也不会看到 这种隐形的限制 所以我认为 如果咱们这么看的话 《寄定寺》的艺术理念 就非常有意思 拿培根的画来说 隐形的框架内 好比沃尔特的异世界 画框中这种框架外的场景 就好比游戏中的现实世界 所以即使有一道隐形的屏障 但是角色们并不能 一下就感受到 他们自己也理解不了 而这张画的画框之外 就是各位玩家 所处的物质世界 《寄定寺》的艺术魅力 就在于 我们好像是在一家美术馆中 隔着画框欣赏 弗朗西斯·培根风格的绘画 我之前AB两叠视频 都相当于在向各位描述 这幅画它的要素 这期视频 把基顶寺当成一幅 信息上超大的画 咱们就可以说 这幅画中相对的封闭 无处不在 比如在末尾 到公寓的场景中 管理员房间的门 被六道铁链给封住了 就仿佛沃尔特内心中的屏障一样 那到底是谁 不让角色们进入105房间呢 打破第四道墙 就可以说 这是一段必要的通关障案 以六段小沃尔特 心中对于父亲形象的认知 来解除这六道屏障 否则很难去把父亲的形象 放在合适的位置去展示 而且如果不进入这个105房间 拿到这根旗带 亨利也不可能对抗到了沃尔特 再加上结尾 沃尔特十年前的尸体 出现在了三连的隐蔽空间中 这就好像套娃一样 封闭中的封闭中的封闭中的封闭 这使得祭景寺 看上去就像一个 多个封闭空间连环构成的整体 话说祭景寺的艺术之源 弗朗西斯·培根 在6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 逐渐就以更多样的空间 和三连画肖像 代替了之前设置框架的作品 他画中那些四人非人的生物 也成为了日本技能团队 设计怪物时的重要参照 这个去年我曾经讲过 培根在世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一个 画畸形画的画家 甚至他们国家当时 萨奇尔夫人都这么认为 不过培根只是提到 其实我极度不愿意创造畸形的 我对人类的现状 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会让这些绘画 看上去令人绝望 那就是在绘画变革的当前阶段 描绘人物形象 就有一定的技术困难 如果我画的人物看上去痛苦不堪 那是因为我不能带他们 逃离这种技术困境 我也许不能创造出来 所谓的大众杰作 但是我打算一直实验不同的东西 哪怕没人需要这种东西 所以到这个地方 大家也能对这个艺术家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 OK那么关于培根和 记顶寺的艺术猜想 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现在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记顶寺团队 它的一些细节 记顶寺的制作团队主要的代表 总设计师是平山优史 鬼活和怪物的设计师是景商顺 主要角色的设计师是袁尚美 音乐制作人依然是山岗黄 剧本的设计师是春月卓 那么虽然这个团队 从第一代到现在第四代 经历了一些人员的变动 但是也依然还是一个优秀的团队 关于四代里边这些怪物的设计 我也是在AB叠项的部分中都提到过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不重复了 实际上记顶寺和前作相比 变化还是非常大 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有冒险性的变化 从三链房间中的这个第一人称视角 到重复度略高的异视界 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 记顶寺的销量是前四作中最低的 也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平庸的一代 PSR平台只有51万份销量 即使加上后来PC版和Xbox版本也没多少 不过即使这样也比零系列多 这之后日本记顶寺团队就解散了 在四代之后的作品都分散的交给了 不同的西方团队来制作 销量也是进一步的下滑 不过我个人认为 就做视频而言 记顶寺的看点反而因为他这种当初 所谓的平庸 或者说他不被认可 倒是给拉高了 同时可展开的部分其实也超多 比如这个官方网站当年 还单独发布了一个额外的彩蛋 名为另一部《星红之书》 阐述了沃尔特与之前 故事中这些角色们过去是怎么相遇的 以及这个达成结尾评价的影响因素等等 但总体来说做了这么多年视频 我觉得PSR鼎盛时期这些日式恐怖经典作品中 普遍都有一种缺陷 在《基顶寺》中 鬼魂约瑟夫通过一本《星红之书》 或者说赤红大典 都知了终止21胜利的办法 并且把它告知于亨利 但是《星红之书》只是敷衍的在日记中提到一嘴 他并没有说是谁写的这本书 显然能得知对抗21胜利办法 那必然只可能是教团中的敌对势力 很多玩家他不在乎这一点 陈军于其中 可能是费尽脑细胞去推算 到底是谁谁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唯独可能没考虑到 日本《星红之书》团队 它有一个弱项 那就是相比于那个时代的欧美游戏 日本《星红之书》 在无限制的堆积文本资料的同时 它无法避免逻辑混乱 因为大家一路看过来 也知道我多年以来录过 包括《死魂曲》系列《九院零》系列《知名预感》 以及《寂静领》的几作 在做视频的过程中 我做了大量的分析思考 深得体会 问题主要都出在这PSR时期的经典作品中 总会遇到类似于现有鸡还是现有蛋的问题 这制度组在试图趋进真实的同时 做的特别精细 但总会留些简单粗暴的部分 很好例子就是《死魂曲》中 它用了大半的篇幅 刻画了剁臣子的力量 但有神奇的在后半段中 通过文字 简单的文字描述 就直接引出了另一种力量 鱼里岩 更是简单粗暴的概括为 一种力量的出现 必然会催生一种相反的力量 那么在故事中 竹内父子作为普通的民族学者 我当时就纳闷 那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鱼里岩就是对抗剁臣子的呢 别问 问就是 它就是能 统理 《寂静四》中对抗21胜礼的赤红大典 是谁写的呢 别问 问就是 存在即真理 它就是能 你们玩家也推挑推挑去吧 那么当然这是当时 日式恐怖游戏的一个缺陷 不过瑕不掩瑜 毕竟这些作品 还是在当时构建了一个个 精彩的世界观和故事 确实无愧于经典 总之关于《寂静四》的故事和艺术猜想 我就到此为止了 那关于《寂静四》宗教关联的部分 以及整体上的关联 咱们就放在后续什么时候吧 也许在过两三个月 等我把4K的阿里莎三部曲搞定之后 咱们再论道 OK那么接下来 可能我会再讲一下 1408幻影胸肩 或者是黑洞表面 这两部对《寂静四》 有过意识影响的电影 在这之后 我会慢慢的录制 《寂静四》起源的4K视频 快的话 9月中旬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所以这期天 我也会照成的更新 我提到其他的作品 那么咱们还是到时候 拿视频说话 各位 回去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